透过校园整修 让小朋友能够健康、平安、开心上课 汉民国小幼儿园的原型广场 是学生活动的主要场地 经过28年的使用与风雨的侵蚀 原本新已坚固的基地已经老化崩坏 每年必须运用许多的经费进行维修 以确保幼生在教学情形上活动的便利与安全 我相信人生很多都是需要缘分 就是我们的荣誉顾问 就是在这种缘分下 我们建立了一个很好很好的友谊 我每年都会过去跟董事长聊一聊 办学的努力跟他分享 他看到我有点卡住了 那我会觉得难免在工程上 或学校的事务上会有一道卡住的东西 像师父辈的学习 我相信我们其实老师也是师父 校长也是师父 董事长更是师父中的师父 他跟我讲了一些 我没听过的一些工程的东西 就像七料这种单艺双艺 以及比PU更高级的东西 我听懂了 那我听懂了我如何开口 就在还没有开口的时候 董事长可能听懂我的意思 他非常高兴地善意地说 我们就帮你做看看 校长焦西昌认为这个不是长久之计 所以将这个困境跟学校的荣誉顾问做讨论 他们愿意捐助弹性的防水财 解决长久以来原型广场的问题 让地面更有弹性 避免小朋友跌倒抹擦受伤 史方新闻归问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道